老手也有失手的时候 我猜这是1956年的老普特 这不是 这是1937年 37年的老普特 然后发动机前改改新的 不是温轮也不是 机械冰压 这是一个改了第一发 然后马力不对我们说对吧 马力起有那么一点一点 你发发了 这个车是直接在欧洲 是进汽车博物馆的 然后很多 其实欧洲的汽车博物馆 像意大利公平的汽车博物馆 有非常非常多的这种老普特 但是你从它的车标 你的目的是它是浮色吗 肯定是浮色吧 1937年 就错了 37年的话 普特大都以基础的形式存在 还有很连接口 欧洲是汽车博物馆里的车 随便坐 听说的那边我给你讲 要直到边上 哦 这个是啥我都看不懂了前面 还闻不进这个 哎滚洲式来的 你简直就是 来了 像不像白异形 就是异形七月里那个白异形的头 港工政治人有两个 做一辆美式旧车名 做一辆美式旧车名 它的车牌是1966的 对 这是一辆1966年的 12比GT500 这一台叫野马 而不是顺着马路上跑的 12比GT500 1966年 1967年 1968年 1969年的 我认为呢 真正的野马 那我自己最喜欢的是1968年 啊 才说 这是以前的发动机锁盖 这里会上个链子 因为它速度太快了 这上个链子就 避免它翘起来 啊 显现的 在泰国一辆 所做的1966年的设计 就是GT500 哈哈 历史新的 你看看 哈哈 哈哈 没有 没有 哇 你们现在在那里 你坐我来拍 哇 哦 是自动躺的呀 这个 是自动躺的 1966年的 Sherby GT500 太踏实了 个人觉得它这个仪表牌是改了的 啊 我要不问一下 因为那个年的都是滚轴式的仪表牌呢 哎呀 有空调吗 我这想问 啊 改空调没有 一会问一下 太实了 好容易出事不那么 就那么点 你看 哈 12比GT500才能叫做圆满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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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是新的发动机 V8 啊 全新的全新的换完了 只有这个是 Body keep original 灯了灯了 这是不是V12的意思 车表都变成这样了啊 V12是不是这个意思 哈哈哈哈 我 我不能去问老板了 我下次来学这个车 妈老板修车 天天被我问被我问 老的窝尔窝 这个车真的 妈 真的 下次来学 我也想看来 小型 下次见 那 这 是 感谢观看